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日谈公园 我是小伙子 今天很开心 请到了我一位 就算是新朋友 这阵子时间不长 但是在短暂的认识过程中 我们交往比较密切 也达成了比较深厚的友谊 今天把他请到咱们节目以来 来欢迎老田 大家好 老田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田元 好像跟一个女歌手是一个名字 可能有人也知道 对 然后那也认识也是朋友 好嘞 干什么的呢 就是做电影的 制片人 跟老田认识也是挺意外的 在前一阵子跟金氏家一起吃饭 大家一块 我们好多人都去了 去了之后 等于是老田是金氏家的朋友 一块 然后坐在一起 而咱俩坐得还挺近的 后来一介绍 我说 好 我是制片人厉害 然后 后来跟我说 说这个日谈公园的节目 我经常听 超级粉丝 是吧 我一开始以为是这个 就是客气 是吧 毕竟社会上的朋友 是吧 经常就很客气 这恭维几句 但是后来一聊 感觉真的听过很多节目 包括迪台的 带雨 带雨的过程 包括迪台节目 好嘞 真是 所以聊起来 大家挺开心 后来也约了几次饭 然后必须要跟大家说个事 前一阵子我不是感冒了吗 为什么感冒呢 就是因为在大年初几 初四 初四 大年初四 那天我跟老田 还有秒叔 秒叔 我们一块 包括另外几个朋友 一起来吃了个饭 结果吃完饭 第二天我就倒下了 就是我们响应在京过年的号召 直接 对 但是过大发了 这个年 直接把我给吃感冒了 缓了 小礼拜 差不多 但是现在恢复以后 感觉再次生龙我火 感觉就排毒了 排毒了 所以今天把老田 请到我节目里来 说实话聊什么事 我真的就想聊聊 关于制片人 这个行业 这点事 这些年在日谈的节目里边 相信你听过 我们也有很多的 电视行业的 从业者 包括导演 演员 来做客 大家有时候聊聊表演 聊聊这个作品 包括配乐 各方面都会有 然后经常会听到 关于制片人 怎么怎么样 他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这样的事情 然后 但是说心里话 至少从我自己 个人角度来讲 我还真的 对于制片人 这个行业 一直半解 我也没有真的 进过片场 我也没有到剧组里去 什么探班 什么 也没有这样的经验 也没有跟 真正的制片人 有过深入的沟通 和了解 所以 这次 录这期节目 我们就来 剖析一下 就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电影行业 跟其他的职业 其实差不多 然后每个行业 都有他自己的一些规律 还有一些方式 但是可能外界都觉得 我们这行业有点神秘 其实跟大家正常的 都没有什么区别 行 我们先从头简单说 先从头说 其实我其实真的是 有一个疑问 因为比如 《村上坤树》 有一本小说 里边有一短片 叫做什么 叫做如何成为一名元号手 就说这个一个人 他如何就成为一名元号手 对于很多普通人的 这种生活经历来讲的话 其实很难把握的 然后制片人这个行业 对我来说 也有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一个人 他是学了什么东西 最后就成了一个制片人了 我还真的不太清楚 要不然咱从你上学的时候的经验 咱开始聊 可以 先从出处开始 咱们从幼儿园 不是 脆头有点远 要不从我跟秒叔一体的高中 可以聊也可以 对 比如介绍一下 老田跟秒叔是同一个高中的校友 对 校友 然后比他是要大一些 我比秒叔大三届 七八年的 我七九年的 七九年的 跟李叔同岁 对 跟李叔同岁 对 然后也是北京人 北京人 东城人 东城人 你看看 好 每次俩人一见面都先聊四十分钟 咱们是要当年怎么怎么样 在座其他人都说 想不想聊点别的 是吧 对 你后来咱从大学开始聊 你后来上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大学首先是北京电影学院 电影学院 对 然后学的是 其实我是导演系的剪辑专业 这个相当于是导演系当中的一个独立专业 其实就是现在电影当中的剪辑师的专业 这个专业 他当时是属于这种艺术类的体验招生的 属于我们当时也是一考的 然后我们也是提前拿一考证 然后说实话文化课分数比较低 这没关系 文化课分数比较低 但是确实要考专业的 你当时选择到电影学院去学这个专业 是因为你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梦想吗 我就想从事电影行业怎么样 所以干这个 两个方面 一个是 其实我家里面有人做这个行业 因为从小可能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所以有这种想法 还有确实是跟文化课有关系 我小时候可能也偏科 偏的比较严重 偏文科 但是偏的是英文专业 检查可能写的比较好 检查写的特别多 文字功力比较强 对 学文字 所以后来当时想学什么 或者是我们家其实当年对我还是挺尊重的 我当时想说我是不想学这个 然后我家里说你自己想好你就去考试试 当时他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 后来找了一个老师 也算师哥了 后来辅导了半年 专业考试就通过了 学剪辑专业 比如在那个时候的这种考试里边 所谓的专业课都会有哪些部分 我现在还真的不太清楚 有跟什么摄影摄像有关系的吗 还是怎么样 有基本的构图画格连接 是不是属于美术类的 没有就画简笔画 画简笔画 其实跟美术的专业课考的不太一样 人家考的是更多的是美术功底 我们其实考的一个画面的连接感觉 动作连接感觉 还有一个是对影片的分析 这是一个可能当年一考都要考的一个东西 这个跟咱们高中学的常规的课程可完全没关系 是没关系 是吧 这得专门去学这样的课程才可以 对 其实有考前的艺术辅导 然后还有一些艺术理论 包括影片分析 基本上这是一个学艺术 可能专业院校最基本的一个考察 那你当时上考前的辅导课上了多久 半年 其实是一个 也是一个电影员毕业的一个师哥教的 就是在家辅导的 看来也是有针对性的 针对这个考试的内容进行辅导 对 然后你最后就是去 因为像这种一考是体验周生 所以我们要提前进行专业课方面考试 然后一考就过了 考了两年 第一年其实考了中央戏剧学院 考的是导演专业 但是没通过 后来就又考了一年 考了电影学院的 但是艺术院校可能跟那个时候 就是艺术院校跟好多的普通大学不太一样 我们每年招生很多院系是不招的 隔年招 而且我们都基本是小班 我们一个班那个时候可能十几个人 所以我们一届的同学可能就一百多人 所以电影学院在很多年的时候一学校加起来 可能五六百学生 整个统共的大学 所以我们特别小 包括中系也挺小的 后来就是学校越来越大了 因为这个行业发展了 所以越招越多越招越多 到了学校里边学什么内容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剪辑这个专业 其实是一个第一年设置的一个 叫做有学历的这么一个专业 所以其实我们当年没有什么特别稳定的教材 教我们其实是中国的第一代的剪辑师 就是相当于师祖了 傅正义老先生 然后他有一个就是他的一些经验来组织的教材 然后带我们的还有就是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导演系的老师 我们基本上专业课都是按照导演的基本配置去学的 学了包括剧作 包括表演 包括电影理论 电影摄影 这些可能课都学了 所以我们那个班可能出来是一个尝试性的 但后来我们的隔了可能五年 我们有一批新的师弟了 然后师弟师妹 然后再往后又再下两届 他们的专业和教材比我们可能更完整了 明白 等于当年还是一个刚设立的这么一个学科 当时是需要有这样的人了 开始听起来感觉更偏向这种具体的这种执行层面 就说你学完之后直接就能干活那种感觉 当时觉得学完能干活 后来等毕了业发现其实也不是 其实也不是也挺困惑 毕业的时候就业是个挺大的问题 咱们俩岁数差不多 应该是差不多在2000年左右之后 应该大学好毕业就没有什么分配 没有 可以自谋了 就必须自谋 不是可以自谋 所以我们那时候毕业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变成自由职业者 我们就去讲叫混剧组 然后因为我们从导演专业出来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从导演部门开始做 因为导演这个部门 在电影和电视剧里 它都有一个挺庞大的一个组织 比如说从长级 执行导演 然后演员副导演 导演助理 这些我们都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做的 等于这些职位都是属于所谓的导演 导演组 导演组 它其实是个挺大的部门 你当时避泪之后 马上就能找到相关的工作了 我当时是给我大学老师当副导演 因为我们的老师们 导演系的老师们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导演 他们也要拍戏 所以他更愿意就说 其实艺术像电影这种 我觉得一半是艺术感觉 还有一半是操作 但是这些你没有在实践当中 其实你是不知道理论怎么变成现实的 所以得不断的去锻炼 所以老师们就愿意带着学生们去办 那时候风气也好 你当时还记得你 但就是进的第一个组 拍的是什么样的片 那个片子还挺好的 其实那个时候有一种形态叫电视电影 这有 20年前差不多 那时候电视电影还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电影频道在做 你包括黄博他们最初拍的上车走了 那不就是一个 也是电影电影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中国电影市场 在那个时候特别不好 比现在差很多 还是不上院线的那些作品 不上院线 就在中央六套播电视台 对我当时还没毕业 差不多就最后的半年 然后我的大学的班主任 方刚亮导演 他现在是导演系的 还是导演系的教授了 已经是 他那时候还是年轻导演的 然后他拍了一个电视电影主演是 男主演是潘岳明 大家应该都知道 岳明那时候还刚刚然生起 很生起的时候 那是哪年 我想想应该是 01年吧 2001年 20年前了 对 然后是一个警匪题材的 叫情不自禁 应该大家可能现在线上 应该还有资源 那个是拍的还挺愉快的 当时你是在这个剧组里当副导演 当时当不了副导演 当时给我们老师当场记 大家老说这个场记这工作 实际上这场记 它到底是 怎么样一个工作 其实简单的说 场记就是现场记录 记录什么 现场要记录 首先从导演的角度上 他要记录现场的 比如说所有的浮华道的情况 因为电影存在一个 就是说它是需要接戏 它不是顺拍下来的 很大程度上经常会是跳拍 你可能今天比如拍135 明天拍246 但1和2是要连着的 跟着场景走 然后你首先人物的浮华道 这些是要有连接性的 还有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还要拍 比如说因为拍多少条 我们讲几遍 导演在现场要拍很多次 所以他有时候会记不住 说哪一次的是最好 你得在现场要做一个场地单 因为我们都是手机 然后我们老师当年被我催谈特别严重 因为字特别难看 然后在后期就只能带着我 然后天天让我就是这写的啥 你自己记得住吗 就有一个什么专属的密码本 是吧 只能我自己能看 这个片离了你就没戏了 只有你能把它解读出来 后来后期我天天他就天天讲我去 必须去 第一次进这组 然后就来拍戏 跟着感觉怎么样 第一次拍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 我当时拍的时候 这个片子当时拍的挺有意思 是因为他是用16毫米摄影机拍的 那还是胶片 胶片 所以胶片其实就有一个问题 是那个打板 就是场记 对对对 在胶片时代还有一个最好工作 现在没有了 现在是数字 当年是有一个就是打板这个工作 因为这个打板 其实就为了生化对位 然后那个打板 其实挺讲究的 就是不要浪费胶片 所以摄影老师经常会修理年轻场记 然后就是打错了打不上 或者是他没开机 是那个就是什么action 对对对 就那个 那是一挺重要的工作 那个如果不做那个工作的话 电影因为是生化 在拍的时候 声音画面是分离的 没有那个合在一起那一下 就是声音和画面对的起来之后 你的那个声音和画面是永远会错开 所以那是个特别基础的工作 但是你第一次可能去的时候 你就觉得 因为上学的时候 老师一直讲 胶片很珍贵 所以不能出意外 不能出意外 然后就打的时候哆嗦 要不然就是打之前 没看清楚那个 声音老师用多大的镜头 然后那个根本没在画面里 或者比如说打完了 像那种长焦镜头 就是它是竖的嘛 然后就永远在画面里跑出不去 其实往边跨一步就走了 然后摄影都气疯了 说我靠一台干嘛你 就看这个人在镜头里越来回跑 越跑越远 越跑越远 但是永远在纵身里 有一个人在跑 虽然虚化了 但是人还在 拿着个板 对而明显是剧组的人 不是路人和台套了 然后慢慢熟练了之后 因为其实拍电影很大程度上 它是个协作 它肯定不是单打独斗 有点像就是说大家是在一起工作 所以慢慢大家配合熟了 互相关系出的比较融洽了 你能学到好多东西 还有电影终归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东西 互相还有帮扶 互相去弥补这种 就经常都在剧组里 很正常的 因为可想是当时的那种工作状态 肯定不像大家上班 是吧 比如说几点来几点走 拍电影那可就没有点了 说几点就几点 是吧 经常你知道好多那种剧组比较紧的 那夜里拍都很正常 对 那你当时进入到这个行业里边 就是那样的一个工作节奏 你自己是想着的吗 一开始你肯定是兴奋 会兴奋 对 因为有 我觉得挺正常 就跟现在大家从学生状态 变成职业状态 在一开始的一个过程里 特别兴奋 哪怕很辛苦 对 那时候还年轻 你熬夜什么的 我们那个时候 因为要拍 那个时候还在拍 拍北京的地铁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 拍四汇地铁站 那时候四汇地铁站刚刚盖好 还没有通车 然后就是制片 那个时候制片部门还挺厉害的 他就谈好了这个事情 就是等于是在地铁晚上检修的中间的空档 几个小时 然后全剧组就到站台上去拍 我进去了 进去拍去了 然后他把地铁门都锁上 然后到六点钟 人家把门打开 剧组人出来 那个时候你就是连夜工作 没办法的 就是在地铁里边拍 地铁里面拍 然后我们要翻站台什么的 而且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地铁晚上到底通不通电 这个事是我们知道的 通不通电呢 其实不同 他晚上要检修 所以他是阶段性断电 而且那个地铁站当时四汇是才 就算他是在试运行 所以他还没有像正常线路一样的 明白 所以还挺有意思的 那他里边要断电的话 那地铁里照明是不是也没了 照明有 其实是铁轨的那个线 照明还有 照明有 就是铁轨线那些 就其实晚上是停掉的 这还学到很多新知 然后那时候就 也累嘛 也困嘛 那时候就记得特别紧张 喝咖啡 不知道哪靠什么提神 喝咖啡 然后那时候只有速溶的嘛 确实 因为来不及 就有一个故事嘛 就是特别着急 然后来不及喝了 就把咖啡粉 倒嘴里 然后倒一口水 自己那晃脑袋 然后就咽下去 只要只有板栏根才这么喝 对对对 然后晃就喝完 就说喝完了 继续干继续干 感觉还听起来 好像大家这那种心气 还是真的挺梦的 对 那个时候其实机会并不多 像电视电影 其实那时候挺感谢电视频道 能有这种形式 因为就算我的那个班主任 他当时已经是研究生留在电影学院的 其实他们作为导演的机会也不多 所以那个时候能拍上觉得特别辛苦 而且2000年中国电影市场 大家都知道 其实跟现在确实没法比 跟现在完全不是一回事 差太多了 我其实刚才聊 我今天昨天还查了查 2000年前后 中国的电影票房年度才8个亿上下 19年我们已经到640个亿了 对这一对比就看出来了 对对对 而且这个其实意味着 就是机会可能性 还有就是资本的进入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变化太大 其实从我一个就是所谓的 就是电影的普通受众来讲的话 我会感觉到很明显的变化在于说 在那个年代看电影还是个事 对对对 比如说咱们去 今天哪个电影上映了 我们去大家一起去看个电影 好像是一个还有点仪式感的 那么一个事 现在看电影就成了像吃饭一样的事情 对那个时候好像电影院 好像没有纯商业 相对咱们看的那种纯商业电影院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看电影 和米里那时候有一个工人俱乐部 我忘了那个有没有荧幕了 但是东四有个工人俱乐部吧 对公司 还有地质礼堂 我记得特清楚是很多那个片子 要去地质礼堂看 和米里那主要是那个金记百花 那个对对对 那个影鞋的 影鞋的那个影院 当然我记得在那看什么泰坦尼克尔就在那放 对对对 就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地方能放电影 而且很多都是单位组织开 或者是发票那种 对然后到西四那边有什么那种什么 西四就地质 地质吧 地质里堂 对然后西南那里首都 首都电影院 对对对 都是这种 后来就是慢慢的出现了商业院线 对对就越来越多了 非常多了 现在基本上都不去那些地方 现在都是商业院线看 是是是 哎呀就是那时候看电影 哪有现在什么网上购票啊什么的 提前预定哪根本就没有 都得到那个窗口去买去 而且那个时候片子可能也少 我觉得这也跟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关系吧 我们进了官帽之后吧 其实还有一个开放的东西 其实是引进片吧 就好莱坞电影 就WTO以后 对对对对 配额增加了之后 其实我们能看到的 现在基本上很多好莱坞电影 我们基本能同步了 还有就是非直边电影 我们也能看到 那基本上是02年以后的时间 对逐步放开的 对吧 我记得好像第一年 特别早的第一部引进片 我还是在 人意的那个电影院 就人意那个剧场看的 剧场看的 对对对 那个好像是哈里森福特演的 一个叫 我都忘了 叫片名我忘了 我记得特别听 哈里森福特 是那王敏天涯 对王敏天涯 王敏天涯 中国第一部引进片 对对对 那个我还确实去看了 然后原来电影是这样 这么牛 对对对 我前一天还重温了一下 对对对 就特别棒 特别棒 那也是第一部 想要咱说回来 你后来就是 因为你一下来 就是因为学的这个专业 然后也做了 相关于就是 其实跟着老师这种 就算是入行了 是吧 那是怎么着 就后来就成为了一个制片人 就说这中间 是有经历的什么过程 我做了一段时间 自由工作者 就是去剧组 一个戏接一个戏拍 做副导演 做 因为学的剪辑 我还可以同时剪片子 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还是跟经济发展有关系 从2000年开始 中国经济开始不断的开始上扬 大家开始越走越快 然后慢慢发现 就是说得有个稳定工作 其实我还去过体制的单位上班 是吧 对对对 我去过北宏传媒的一个下面的公司上班 然后当时因为已经确实 那时候现在想要挺荒唐的 那个时候就是太自由惯了 天天迟到 然后觉得现在觉得挺不对的 然后之后慢慢因为经济 我觉得还要整个的发展 电影市场越来越好 后来去过纯的港资公司 香港英皇 英皇的中国公司我也待过 然后还去过其他的香港公司 那时候外资公司特别多 然后慢慢这几年开始 其实最近的5年到10年 就是国内公司越来越多了 我们自己的产业越来越好了 后来现在在国有公司了 或者民营公司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行业都在发展 所以就真是做过好多 其实但是本身都是在电影这个行业里 没做其他的事 没做其他的 因为觉得好像其他的不太会吧 那这制片这事 大概是什么时候基本开始做出来 其实是后来拍了有五六年 其实就是你越了解一个行业 可能你会就有一句话叫 越了解你越无知 就你会发现 其实就是你不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 而且其实挺强烈的 因为像就咱们的那个电影体系里 包括很大程度上 其实我们还是导演中心制 那大家可能做这个行当 当时大家都有一个想法说 那我想当导演 现在也有 那导演其实越来越发现 导演其实他核心是要承担一个表达的一个任务 而且导演应该有特别强调的表达的欲望 创作者 对 然后而且表达本身有的时候是主观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 要表达的这个欲望 但是我更喜欢就是说 协作性 还有合作性 还有团队性 而且就是可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理性思维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希望把事情 精精有条 在一个掌握当中 明白 然后我希望可能帮助导演能够实现它 后来我觉得这个欲望越来越强烈 后来我觉得那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向 然后再加上其实那个时候因为资本越来越多了 而且各种公司来了 其实越来越需要就是制片管理的这个人 这一类人存在吧 所以就两个可能性吧 就提供了说就往这个方向开始 行 我觉得说到这儿 其实我们必须要去说一个定义了 或者说给大家一个相对简单的解释 也就是说制片人这个工作 他基本上要干哪些事 其实制片人 要从实际工作上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 如果电影制片人 其实就是对电影项目的组织和管理 我们讲北京话讲就张罗事的 因为一个电影 其实它整个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挺漫长的生产过程 这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这从何而来 是吧 就是说在最后说大家看见这样一个作品 我坐在电影院里 这电影正在放 其实都是一个成品了 对吧 但是这个电影从最初的时候 是说导演我先有这么一想法 我说我这找一人拿一本子 或者我有导演自己写本子 是吧 然后说我想拍这么一片 然后是他在牵头张罗这么一个事 最后成型了 还是说是一个制片人过来说 我找一导演 我找一本子 我找一人拿钱 最后传一个事 就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一般来说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想法是谁的 对于电影来讲 可能都不是特别重要 但是我认为 就是想法从一开始 它是从想法 它变成字开始 这才开始了它的旅程 然后首先这个阶段 就是相当于说第一个阶段 可能叫做策划阶段 第一步 第一步叫策划阶段 策划阶段其实相当于就是 把一个想法变成了第一个字开始 第一场戏 变成了第一个完整的剧本 甚至它要一遍一遍改 然后你有了个剧本之后 你还要去融资 你还要去谈演员 你还要去做准备 就这个过程我们叫做策划阶段 那这些活都是谁干 这个活其实这就是孤独的最开始 这个活基本上一开始的时候 就只有导演制片人 导演制片人 对这是最核心的人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配合的人 但是最主要就是两个人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是一导演 我是一个新进导演 新进导演我有一个本子 要拍日常公园 拍个专辑片 可以啊 这个挺好的 日常公园是如何开始了 我现在想起来 过去那些年发生好多事 我特别想留下一些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这些历程怎么来的 然后我有这想法之后 我就开始找一制片人了 我要是是不是一上了 我就得拉着一个制片人 跟我一块来传这个事 其实制片人的介入点 可以从一开始一个字没有介入 大家可以一开始聊想法 然后大家达成共识 开始也可以说你先写完剧本 或者是先找一个编剧 把剧本写完 都可以 但是在这个阶段里 基本上都是需要导演和制片人 在一起工作 这是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一起工作了 那我就找你了 我是老天 我现在有这么一想法 我现在一字没有 但是我得有这想法 我跟你聊一聊 然后你觉得这事 好像靠谱 然后咱们就开始张了起来了 然后因为我自己没有编剧的能力 我也没干过 那我们就找个编剧 好家伙 我什么都不会 你看看 那我找一编剧 我们就十分五十一 我知道是一编剧 那我就找他 那咱们仨就开始 每天就开始琢磨这事该怎么弄了 是吧 开始写本 这个阶段其实是挺漫长的 挺漫长的 对 因为它真的可长可短 包括你能把它写出来 包括它能够能真的运行 就是一个想法真的变成一个剧本 短可能两年 长的三五年 十年的都有 我天 那是太漫长了 因为它 就是我们讲 这个阶段可能是消耗最低的状态 只有两个 说直接点 只有一个人 两个人三个人的脑子 成本低 对 只能这么理解这件事 反正这个会很痛苦 这个也是任何一个电影最开始的时候最孤独的时候 然后这个阶段完了之后 就是我们叫做拍摄期 拍摄期其实分的比较仔细一点 就是它有一个叫前期的筹备 其实就是剧组变成 从几个人变成了十几个人 几百人的一个状态 这时候是不是 钱都都找好了 对 这个演员应该都已经谈好了 然后钱也到位了 那制片在里边 就找钱这事 谁去干 制片找钱这事 很大一部分 是大家可以共同找 共同找 有人也愿意投给导演 因为你看 我们国内的很多的优秀的导演们 导演们 他们其实大家可以投 其实钱来自于哪 倒不重要 也是 就比如说 如果说日常公园这个电影 如果是什么冯小刚导演 张艺谋导演 想拍 那估计人家 他直接就能找到钱 是吧 那咱俩要是想拍 那估计就得靠你 也能吵 靠你 你就可以继续去找钱去 其实还是 因为电影还是个花钱的东西 因为电影它是个工业上的东西 它需要生产力的支持的 然后其实这个阶段 等进入到筹备 到拍摄 其实这个时间相对来讲 就是可控的了 比如说我们正常讲 一个电影可能会筹备 比如说六个月三个月 看体量大小 最初会有这样一个拍摄计划 是吗 对 进度所有的节点 其实心里是有谱的 是吧 对 其实这个阶段 其实做的大量都是事物性工作 而且要把这个阶段 其实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你把纸上的文字 变成了一个很具体的呃 一个呈现出来的东西 就是未来的它会什么样貌 电影是什么样子 这个时候你会每天都会有新鲜感 还有一个就是成就感 其实这个时候会特别充实 那电影开拍之后 像制片人他你平时就怎么来参与到这个项目里 其实我们就是在最大的参与感是在筹备期 就是制定计划 还有就是跟导演协作 因为电影一半是怎么讲 它是表达吧 还有一半它其实是个商业产品 所以他要找到这两个点的平衡性 这个要跟导演商量 就是那你也参与到一部分 一定要参与的 创作的 对 一定要参与的 要不然其实单走哪一边 可能都对一个东西最后的结果不好 所以这个过程会很兴奋 而且大家会协作 还有一点是从情感上兴奋 是你从原来的 比如说就只有你导演 编剧三五个人的状态 他会变成慢慢变成了10个人 20个人 50个人 100个人 他会越变越大 越变越大 搭起来了 对 一个剧组 现在正常拍一个电影 中型体量的电影 我们的标准剧组 拍着基本能够在200人以上 这是在现场拍的人 那么多人 对 大家都可能很多人是看不到的 可能从头到尾你都看不到的 因为它是分不同的工种和工期的 但是你从几个人变成那么多人 其实就感觉是很多人在一起干一件事 其实那个时候是特别幸福 而且不断的你要去做预案 预测你拍摄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 然后这个时间经历完了之后就是拍摄 其实一个良好的筹备 对于电影特别重要 等真的筹备的比较充分的电影 其实在拍摄期相对来讲是享受的 因为大家只是很集中精力的在做一件事了 自己做自己该做的事 而且计划制定的比较妥善的话 肯定会有问题 肯定会有意外发生 但是它都在口控范围内 那我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 咱们这电影就开拍了 然后男主角的就是我 说男主 我跟李说 我俩说男主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配角了 配角比如秒说 秒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配角 但是忽然发现秒说 说不行了 说我拍不了了 我有事 我得走了 后边的我可能也不成了 这个时候这个问题谁来解决 制片和导演一起解决 一起解决 其实这个问题有点相当于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都看足球 演员就相当于球员 演员相当于球员 然后导演相当于主教练 主教练 然后制片相当于球队经理 其实你这么理解 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能比较接近一点 这样 对 就是球队经理 永远可能大家都不应该注意到他 但是他其实掌握了很多实际的事情 而且他要管负责所有的情境后 主要练其实做的最大任务 其实是呈现 还把他的思想改给球员 但是最后谁上去比 那还是这是演员去 就像球员去踢 就像演员去表演 其实基本关系有点像这个 这样听起来 其实你跟导演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但你跟演员之间 好像就没有那么强的相互之后 其实合作下来 大家都会成为朋友 你看我跟世佳也是合作 也是 对 我们在青岛拍过 拍的还挺高兴的 大家成为朋友 合作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融洽 但是其实我们之间也存在一个 所谓的利益关系 对吧 我们要跟他去讨论钱的问题 对 这个还是回避不了的 因为成本时间和质量 我觉得所有行业都有 因为经常有的时候 就看一些电影相关的报道 报道里边就会说 某某某个电影拍到一半 感觉说超预算了 都超预算了 然后回头大家就想办法说再找一笔钱 或者有时候甚至什么导演自己什么偷腰包 先给电上 然后继续拍什么的这种情况 像这样情况在你经历的这种拍摄过程中常见吗 比如超预算这件事 有都有的 怎么说也不能叫行业常态 但这种情况都会发生 因为毕竟拍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意外 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还是讲 电影其实它是个产品 某些角度上它是产品 做一个产品的过程当中 它就一定有消耗 它就有成本 所有东西都会存在成本 你增加或者减少 周期包括遇到的问题处理掉 它就会有成本出现 这个成本有的时候确实是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没在预计当中 这个会发生 那只能去解决问题了 对 那一般超预算的问题 你怎么解决呢 我们其实有一些行业管理 比如说有一个预期超支的比例 这在预算里会出现 但是这几年好像 因为有更多的资本介入的时候 大家可能不认这件事了 那我们只能解决的问题就是 不让它超 想各种办法不让它超 就是说你们想办法说 避免这种事的发生 是吧 对 因为原来可能是 这也是跟这个行业的变迁有关系 因为前可能十年前 我们合作的大量的投资方 都是我们叫做电影公司 因为他们都是常年拍过电影 所以他们对电影可能发生的意外 很了解 就是都是干这行的人 然后最近那十年 我们会跟很多业外的 就是非电影专业的资本合作 那还有新兴的这些企业合作 那他们其实因为行业领域不一样 因为有些行业是严格控制预算的 而且它会精算到一些非常细节的地方 他们会控制非常好 会精算到每一天吗 会的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精算到每一天 但是有些其他的行业是 从行业属性上来讲 人家就特别合理的能找个预算这个东西 明白 所以他不理解你的行业 为啥会发生这些变动 就是咱都说好了 你怎么说都多了 那就只能要么就是说服教 要不然就是我们之前想一些办法 去变通这件事 他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怎么讲呢 就是这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因为毕竟你花人家钱 所以得替人还有简单 那你现在跟这些 就是非电影专业的这些投资方合作 你感受怎么样 就是肯定跟所有的合作都一样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过程肯定是痛苦的 但是如果结果好的话 大家把痛苦都会忘记 你直接说就好了 然后最后大家都会 说大家都不容易 下次再来合作 结果 要是真是发生这超预算的情况 怎么解决 像制片人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发生了的话 其实我们解决的方式就是开源和节流 就是只有这两个办法 比如说当时那导演你也认识 咱们具体不点谁了 行您说 然后他的电影当时 当时那个电影我没给他做制片人 当时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我没帮上忙 他也遇到了就最后后期的时候 出现了资金的问题 他后期的 对 他其实也是因为前期可能超了一些预算 然后包括后期可能出现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要增加 当时他们解决的办法 就是一个是压缩了 后期减掉了一些 不认识的 减掉了一些了 将近难度 还有就是他的投资方们 把电影 重新进行了融资和投资比例的改变 让新的投资方介入 然后增大一个我们讲的投资量 去弥补这个缺口 因为归根结底的问题 就是你要不然就是剪电影内容本身 要不然就是增加投资的基数 但是这个基数 因为电影作为产品来讲 可能它是有上限的 明白 它不能无限制增长 只有像那种什么那种 之前听说过 像什么卡文龙王 反正那个级别导演 好像说拍个电影 最后的真正的花了钱 比预计是两倍 或者是更多 好像他们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这种情况真的还蛮少的 不是那么多 对 因为其实电影还是在大原则上 它还是个可控的工业产品 这是个基本的原理 我是这么认为的 它还是可控的 它不是个无底洞 无底洞当然有了 那早些年也有很多 业外的资本 拿着电影当成一个金融产品去做 有这样去坑老百姓的钱 然后他拿一个挺好的电影 去做了这些金融产品 其实最后可能真的是血本无归 因为它超出了一个正常的 一个产品的市场 能转化回来的东西 这个问题就一定很大了 有没有 比如说到了最后 发现说这东西 真的是缺口不够了 然后直接找另外的一帮人 当时还没上线 就卖给新的投资方了 你就都拿走吧 剩下的钱不够你补上 像这样全盘在前期 就已经都出手了 有的 也有这样的 也有的 这些工作 我觉得可能制片人 可能会参与的部分会多一点 对 制片人还有投资方 其实在我们国家 制片人体系是我们独特的 这怎么说 因为在我们国家里 可能制片人职位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那些具体工作的角度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 叫做署名职位 包括投资方的代表 也会署上制片人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署名惯例 所以他们也要承担一部分的 投资责任 这个是 就只有我们国家有这种方式 这个署名这事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大家要这个署名 为什么 目的是什么 所有行业不就是名和利吗 真的是为了就是露个名 露个名 我的天 名和利 因为名和利 这个说的可能比较笼统 对电影人本身来讲 名其实是代表了 可能是得奖 这是作为电影工作者 本身看重的一个事 利当然了 就是换回来票房 换回更好的收入 但是另外一个名 是因为这个行业 始终对很多人来讲 它有特殊性 神秘感 而且署名代表了 它有参与性 当然了 荣誉还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的国家的 电影署名的方式 其实是我们独有的 在跟国外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些电影 出国往境外输出的时候 我们的前字幕翻译的时候 会特别逗 因为对应不了 国外的很多的职位 这怎么说呢 比如说 只有我们有的职位 然后对方没有 所以你翻不出来 你只能造一些词 对方不理解 哪些是国外没有的 都会有 就比如说像我们讲的 像监制 监制 对 其实国外没有专门的 叫做监制 这样的一个独立职位 这监制是干嘛的 监制其实这个是 香港体系交给我们的 就是在很多年之前 香港电影最好 最蓬勃的时候 很多也是老板 要拍电影的时候 他需要跟导演沟通 但是他确实是 不了解电影行业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需要一个安全感 所以他会找一个更大的导演 去来管理这件事情 所以就像工程 有时候叫工程监理 就类似这种 你知道这么说 好像有一些片子 比如像什么陈可欣导演 他好像就作为这种监制 来让年轻导演来拍 对 是吧 就跟这个是很相 找一个更大的导演 去被电影保驾护航 他实际上在这个里边 真的做了这种 很多华语电影 其实真的是老导演 通过监制的方式 带动了年轻导演 监制是 虽然是我们华语电影独有 但是他对华语电影的发展 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明白 等于说帮你把把关 或者帮你在关键性的方向上 来指导指导 对 监制是比较明显的 还有就是关于 我们讲的各种的 联合制片人 就各种这种制片的逻辑上的 在国外其实没有那么明确的 说要分出那么多人来 他们其实基本上 在好莱坞的体系里面 他就是片场逻辑 他就是固定的几个制片人 他就完成了他们固定工作 明白 我们的其实大家能看到 我们现在的电影 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们前字幕会出很多人 有很多人其实说实话 有的时候我们做的 然后我们也不认识他是谁 大家可能最后电影卖好的 大家勤工的时候介绍 你好 所以我们很大的工作 有的时候是在对前面人的名单 不能给人写错了 这跟原来我在什么国企里吃饭 大家桌盘 个人的顺序 个人的位置 包括名字 你觉得很重要 来之前大家对号入座 是的 这还真的挺有咱们国家特色的 其实刚才没讲完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拍摄了 拍摄完了其实就是后期 后期其实又是一个孤独的过程 因为那个时候剧组几百好人都散了 就剩下导演 制片人剪辑指导 还有小部分人 就这些人 然后电影 就是他拍完只是完成了一个 我们讲可能五分之三 然后五分之一在后期 所以那个过程也挺漫长的 而且挺孤独的 就是你会知道 当年拍的时候可能有什么问题 都会在后期上体现 然后最后的阶段就是叫做 我们说的发行宣传 其实现在的中国电影 宣传和发行占的比重 会非常大了 因为市场化 然后这个过程多完成之后 全部都完成 然后才是上映 所以现在做一个电影的 一个正常周期 其实是差不多三年到四年 甚至五年是一个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有时讲 你跟随一个电影 能够从头跟到尾 你陪伴导演 能从头跟到尾的话 你人生当中可能就那么几个 三年四年五年 其实是有数的 如果你全程跟下来的话 然后因为在这里边 我会想到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导演 那这个片子 你在做这个片子的过程中 你估计这些年 你只能干这一件事 因为这是一个作品 对吧 以我的理解 其实如果在某些角度上 应该是这样 但是只干一个会饿死他 大家也会同时拍 会同时干 因为工作的阶段不一样 比如说剧本写完的时候 他一定会要寻找演员 会融资 他可能这个时间的长短 是不好说的 明白 这个时候导演 可以再进行下一个创作 然后比如这个电影 在后期的时候 他可能可以去筹备下一个 这个时间可以搭在一起 是 还真是 因为至少我看的演员们 大家有的时候会跑片场 是吧 同时拍几部 这个挺正常的 因为演员的 其实工作的时间 我们讲他最大的时间在拍摄期 拍摄期 后期会有一小部分 比如配音 但是那都很小了 所以演员的时间会 你看 那个加哥每年 对吧 一个节一个的拍 是 其实就是 他相对占用的时间是 少的 所以说 整个产业在里面 包括从导演到演员 包括制片人 大家都可能是同时 在干好几个项目 是这样 这个是差不多的 包括除了导演演员 其实这行业里还有 摄影指导 美术指导 摄影指导 都有可能会 工作会重叠上 但只是就是说 在某些环节上 它是有 就是排他性的 就不能替代 OK 有的时候 其实还是可以搭在一起 要不然 确实生活跟不上 哎呦 你要这么一说吧 我就基本上 把制片人的工作的内容 流程 了解了不少 相信我们听众 大家也能够听的差不多 反正毕竟这一份工作 就通过我们这么短的时间 您不见得完全了解 至少对于说 制片人本身 这些工作内容 它大概有一个印象上的感觉 这里边 其实我会觉得有几个问题 我现在其实挺想问问的 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 一些电影相关的新闻报道 除了说当时这电影开拍 包括内容方面以外的东西的时候 经常会提到一个词 就是什么 就是拍片 有时候你看 甚至有的导演 自己发微博什么的 我这片拍的太少了 我能不能多拍点 是吧 有很多大家也在聊 关于拍片这件事 那这个东西 就是说 因为这个是属于后期的电影上映的时候的 这些工作了 到这个阶段 来负责这些什么宣发所有东西 这个制片人也会跟着一起来参与这个工作过程 会的 这个时候其实这也是个协作的过程 但是制片人和导演会在里面都会扮演 他应该扮演的这个角色 其实这个时候的工作人员也挺多的 你像发行的时候 很多的发行公司 他们也是有几百人的这种工作人员在 包括宣传团队 其实我太太就是做电影宣传的 他们也是几十人 其实前前后后下来 有的时候你计算下来一个电影 其实他的参与者可能上千人都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包括前面拍 包括后面的 其实我觉得销售和发行 销售这个过程 其实宣传和发行 其实就是销售的过程 销售过程 其实对电影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因为电影从某种角度上 它还是一个花钱的事情 那你既然是花钱 它就有成本 那成本就是要回收的 而且中国的电影 现在能这么蓬勃发展 就是因为大家能知道说 我能把钱拿回来 我其实就有点不理解 或者我不太懂 排片这个事儿 到底是谁说了算 大家怎么 这个电影排得多 那边排得好 是怎么来上映出来的这么一个档极 其实排片这件事儿本身 首先说电影怎么看得到 刚才我们讲 小时候看电影 现在看电影 现在看电影 其实就是商业院线 咱们有商业院线 排片的每一天 你能看到电影的场数 其实是每家院线和每个影院的院线经理来决定的 那他怎么去排 首先每个电影完成之后 他们都会 大家都会请院线的经理先看 院线经理以他的职业经验来判断 这个电影会不会好卖 他算是买方市场了 是吧 可以这么讲 是吧 可以这样 对 他判断说 这电影很好 那我今天要拍多少场 然后他给他票价会多少 他会有预算 有个预期 他会拿这个去指导他的排片 还有就是在排片的 就是你电影上映之后 其实出来的一个东西叫做口碑 因为刚才的那个口碑叫做行业里的口碑 就是包括有些电影上映前 可能你们也都参与过 就比如说看片会 看片会 包括内部电影 其实都是为了产生口碑 明白 然后让最核心的排片的人能了解到 说这电影好 参加过 然后就是电影上映之后 有一个就是上映的口碑 这个口碑来自于观众 因为现在大家都通过网络 什么那个豆瓣 猫眼 对 这是很方便的 院长经理其实每天都要看这个 然后同时这个时候 就是这是一帮一部分口碑的来源 还有一部分就是叫做热度 就是现在最直接就是热搜 热搜怎么来 热搜其实就是宣传的部门 宣传的同事 他们去通过做营销实践来产生热度 商业行为 然后通过这个商业行为再拉动口碑 再让那个院员经理获知增加排片 这样就形成循环了 那这样我听起来感觉就是说 最终这个排片率到底怎么样 我们是没有在前期能够达成一个 类似于说书面的合同一样的东西的 完全是动态的 就看人家愿意愿意多排 那你就多排了 少排就少排 我觉得这一点保证都没有 那对于这个电影 这个制作风和发行风 岂不是非常没有安全感 怎么讲呢 就是所有东西来的于电影本身 那咱们这么讲 春节党 那李幻英 对吧 包括有预期 一开始看预排 对 逐渐的然后口碑那么好 对吧 那其实这个就是电影质量决定了 或者是观众的反应决定了 那这一切都是电影本身带来的 那我能不能理解 就是说看的人越多 排的就越多 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这是一滚血球效应 就是市场越好 就是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最简单的商业道理 所以说这个是不能在前期达成 一个合作共识的 比如说我给你一承诺 比如我是这个决心经理 我没有办法给你承诺 我会给你排多少 一切都看着 会有一些基本程度 但是不会有一个绝对化程度 因为这就相当于什么 就是刚才有一个问题 没有讲到 就是我们讨论的 关于票房的收入问题 大家可能每天看到的报道 都是每个电影多少亿票房 但实际上 我们的票房的分账的收入来讲 作为制作房 或者作为偏方来讲 我们在所有的票房收入里 我们只占35%到38%的收入 是谁 就是说整个 只有制作方收到的 比如说一个100块钱 只有35块钱到38块钱 是制作方收到的 剩下的我们讲 那65块钱去哪了 我们会有一个叫做国家电影基金 就是为了扶植新的电影 这是国家要稳定的一个 那就是百分之 具体数我现在已经忘了 应该可能5%左右 还是几 那个我确实忘了 OK 然后剩下很大一部分是院线拿走的收入 但是院线的收入 其实他拿走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有渠道 然后渠道来自于包括他的电影院 他有电影院成本 成本 他还有其他的相关的这些成本 所以他要拿最大头 所以他掌握的实际上 他掌握的是销售终端 但是这个在中国是这样一个比例 可能中国相对来讲 偏方拿的是少一点 因为你们一半都不到 对 30几 35到38现在 然后国外可能会偏方拿的多一点 但是也没到过50的也没有 因为电影院还是核心 因为电影是一个需要在电影院里 去体验的一个产品 所以他的硬件条件 其实也决定了 你电影好不好 大家经常会买了个票 然后去那个电影院 骂的一塌糊涂的 说你电影院太难受 那也是你觉得花这个钱不值 其实不值除了电影本身不值外 还有一个是 可能他提供的放映条件不够 所以说大家现在有时候看到 说一个电影票房 什么多少多少亿 30亿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导演这挣多少钱 其实他能在里边分的钱 首先只能先从你们35例分 然后35例分 还得刨去之前大家的 还有宣传的成本 对 还有宣传成本 然后宣传成本以后 大家在拍摄之前 还有一个具体的分成 对吧 会有一个比例的 会有的 然后包括所有的成本都刨完 其实真的不剩什么 真的不剩 没有大家想到那么美好 说拍一个电影 变成什么中国首富了 这个真是不是这样 没有这个可能 但是说演员 原来听说都是固定的 汉老宝说咱们说谈好了 我拍一片多少钱 后来也听说有的演员 会加入到整个的电影 一个分成比例里边 深度参与 说这种情况好像也是有的 有的 因为很多的演员 包括有的演员 他可能会更多的希望 我们讲就是表达 比如像春节党上映的 应该没记错 应该像任昭勇 像刘先生 刘丹华先生 他应该也是监制 其实这就是代表了 一个演员希望 跟更多的电影人在合作 而且合作过程当中 他一定会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讲的 比如说片种退让 还有一些 我们说的后期的分成 其实都会有的 其实都是为了复制电影 因为确实拍电影 还是真的是在花钱 这个钱有的时候 看着好像不多 但是真的变成数字 变成一点点往外出的时候 他还是真的是 是需要有一定获利的 是 包括拍摄的时候 这一天一天的 每一项加起来就不少钱 我们其实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就是按天计数 按天计数 按天计数 按天计成本 咱们如果说回归到最初期 就比如说在电影 在筹备的最初期 当我拿了钱以后 在那个时候 大家其实对于这个项目 适赔是会心里有谱 说实话 没谱 我们行业说最牛的话 就是每个电影 有自己的命 看它能涨到哪去 开玩笑 大家说法 就是以这个说法来安慰自己 希望他尽量都是按照 能有谱的方式去努力 大家会有一个期待 或者说咱们说的理性一点 会有一个计算 对吧 我们会计算出 大概最终我们会怎么样 然后他也有一个所谓的 如果特别好的情况 会是什么样 如果特差 大概会的 是吧 心里会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但是我会觉得 现在听你讲到这 我看起来 电影上映第一天的成绩 好像对于这些电影从业者来说 是特别重要的 是 其实还是电影是给观众看的 观众第一天的反应 就是观众的口碑 就是决定了你未来的三天五天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电影 不是那个叫做密钥吗 这是一个防盗版的技术 就是因为前一段 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这个感受 前十年五年 我看电影的时候 可能你今天在电影院上映了一个电影 你出门就在地摊上看到了这个 枪版 枪版也好 甚至流出版 会出现那种就是直接道路版 有 包括还有打着什么内部点映的 logo水印的那种 我们当年做电影的时候 其实做过一个事情 就是在后期的时候 然后偷偷在一个母本上面 做了一个痕迹 然后只有我们知道的 后来那个电影上映了 也是下午就出现了那个盗版 但是我们买了一张盗版 我们就通过那个痕迹去找 后来就发现那个是谁倒出去的 这是能找到的当年 但是那个时候盗版的产业特别发达 有的时候是很大程度上是坚守自盗干的事 明白 环境当中有人去干那些事 可以想象 只要有利益 肯定就有人去 对 现在好很多了 国家保护的非常非常好了 所以现在就没有这东西 包括使用密钥这个技术了 然后咱们的密钥常规上应该是20多天 就第一次密钥时间 然后它可以去申请延长 像跟电影剧申请延长 增加在放映的时间 就是院线的时间长 对 就今年春节档店 我觉得都会延长 因为都挺好的 都卖的不错 对 而且质量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会延长 大家都是能看得到 我觉得没看都可以抓紧去看 真行 所以说我现在想起来 就是在最初 你享受到了这种兴奋 拉班子 大家一起把这像盖房子一样 把事盖起来 那时候应该挺快乐的 最后电影上映之后 看上自己参与电影的票房的成绩的时候 我想你是不是也会得到这种很大的成就感 票房对于我们来讲 我觉得肯定是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票房还是为了行业产生的信心 因为其实电影我一直 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 其实电影一直在花钱 在花钱 这个钱不是花每个人个人的 但有的时候真的是花很多需要 就是从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这个投资 那投资就是需要有回报的 如果你每一次都让他灰心 那他以后就不去干这件事了 但没有人出钱的话 电影是拍不出来的 他不可能是几个人关着门 就可以把这事干了的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现在咱们国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 监制黄建新老师 给我们聊天 当时跟我们讲的唯一的一句 让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话 偶尔就讲说永远不要去伤害投资给你的人 一定让他们有信心 这句话可能这么多年下来 一直对我们来讲是有影响的 因为他也是经历了电影很艰难的时候到现在 他现在是非常好的监制 但是这个一直是个真理 我其实就想问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咱们就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拍电影是不是一个赚钱的买 拍电影 我举例说吧 我觉得如果你想达成个人的财富自由的话 别去拍电影 如果想达到某些更大的烧烟可能性的话 也许拍电影是一个能获取东西的一个捷径 但是他不是最根本的 明白 因为其实归根结底讲 我们一开始说过 中国电影全年的票房才640亿 其实跟其他产业相比 我们真的什么也不算 这个倒是之前听到过 大家来讨论这个话题 就好像说大家都会觉得 中国电影这些年 无论是票房 上作率 包括在大家人民生活中的分量 都比之前要强很多 但是你回归到这行业本身 总体的收益 其实并不是一个 都不是什么一个大产业 其实都是一个很小的产业 对 其实中国电影能获得现在 今天这么好的状况 我觉得更多的归根于是 我们的经济的发展 电影院的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些都是 我们是受益者 然后我觉得大家其实在 就这些年 都会有几个比较关注的话题 其中一个 我觉得最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就是关于演员的片酬问题 对吧 你经常能看到说 无论什么样的演员 咱就不说了 反正就说拍一个电影 说演员的片酬 占了整个预算的 恨不得80% 我不知道这种数据 准确不准确 对 像现在目前 以中国电影的这种情况 现在还是这样吗 就是有的那种说 要特别多钱的这种演员 他还是会有这么多的 就是说电影收入吗 我觉得就是 有些是危言耸听 是吧 没有到那么可怕的地步 是吧 我觉得电影也是个产品 其实计算成本的时候 它是有合理性的 只不过就是 把某些事情夸大了 有人他有目的的 宣发需求是吗 也不是 是有人可能就希望 把这个事做成一个 事件性的东西去说 明白明白 其实没有那么险 真的没有那么险 就是很多 那我能不能理解为 就很多这方面 发出来消息的人 他并不是电影从业者 他仅仅是需要这些 新闻流量的 是的 因为这种事容易变成流量 容易变成谈资和话题 会被大家认为说 为什么要他这么一个人 拍个电影 挣那么多多钱 实际上可能不是 实际上真的没有 而且确实说实话 电影工作者挺辛苦的 而且四海为家 颠沛流离的 没有大家想的 每天就坐在这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的 没有的 其实挺辛苦的 跟你一起合作过的 这些导演 大家我不知道 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 不太一样 大家对于说 所谓的电影里边 包含一两个 所谓流量明星的观点 他们现在是怎么来看 这个事 还是合适为主 是吗 而且这也是平衡与妥协的问题 我觉得电影的前提 还是希望找到合适的演员 合适来自于角色合适 还是来自于导演 对这个故事的表达上 演员所提供的气质 包括他传递出来的东西 是准确的 能够完成他电影世界 流量其实不是一个 我觉得它不是个贬义词 我觉得这是个双向的东西 只不过这是个标签罢了 但是这个标签 看你怎么去理解它 和利用它 而且有些所谓的流量明星 其实他们真的挺好 他们具有特别好的演员素质 其实就举个例 比如说四个字弟弟 很好的 我也看过他最近几些作品 是不错的 而且他其实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而且我跟他的公司的人 也都是朋友 包括他从原来我们讲的 很红的组合开始 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从一个我们讲少年 一个青涩少年 现在变成了一个有质感的少年 这个过程其实 他们所经历的 有的时候也不是常人能想象得到的 这一定的 而且内心的那种挣扎和选择 因为也不是说机会 对每一个人来讲 包括尤其是对于演员来讲 机会不是地上就长出来的 或者是天上掉了砸着你的 而且有时间成本 需要挺长的时间的争取 对 比如说还是举 四个弟弟 就像他最好 少年 少年的你的 其实那个电影 那个角色 他等待了很长时间 这是我知道的 至少我记得 如果没记错的话 至少等待了一年 等待一年 就为了等待这个角色 然后包括导演觉得他合适 和不合适 这些真的是一直在经历 这个等待与煎熬 那这个代价和时间 其实我觉得是可能外界是看不到的 外界只能看到最后那个结果 对不对 但是结果好是一方面 当然大家就接受了点 如果结果不好 那是不是之前这等待没价值 我觉得也不是 是 这就是我觉得每一个电影工作者 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我觉得诸如此类 这些 我想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之前不了解 因为之前大家总会觉得说 一个电影的这种出现 然后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导演 说了算 或者导演 我说我要用谁就用谁 或者怎么样 但是听了你的讲述以后 其实我发现 其实至少制片人在里面 会担任很大的工作 对吧 包括雪橘这个事 其实这篇也是有权利 或者可以跟导演去沟通 甚至提出自己的建议 对吧 那我就在想 因为你合作过不少导演 就是说 对于导演而言 就是你喜欢和哪样的导演 进行合作 因为有一个概念 有个名词 比如说说像在好莱坞 有的导演是这种创作性导演 有的导演就是职业导演 当然有的时候 同样一个人 他可以同时干这两件事 就比如说你看李安拍的 拍的那样 可能就是一个纯粹的职业导演 去呈现一个作品 并不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创作方向 有的作品 明显是他自己想去拍的 这样一个东西 回归到国内 你和合作这些导演里面 你会觉得什么样的导演 是你觉得比较理想的 一个合作对象 其实我们合作的 合作导演 我觉得还是年轻导演 这为什么呀 我觉得年轻的导演 第一就是我觉得可能性更大 这个所谓的可能性是说 从作品本身还是说 我觉得从表达表达方式上 因为我觉得其实导演本身来讲 我觉得我们可以现在把它区分为 就是说叫做作者型导演 或者是说我们讲的商业片导演 其实是一名导演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片种不同 你选择不同的片种 你也选择这样的不同的导演 但是年轻导演 我觉得他们总会有新鲜的想法 而且我觉得这跟我们时代有关系 这个时代变化特别大 所以它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东西 或者是你所不了解的东西 然后但是你个体永远可能你如果不碰 你是不想设计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必须要跟年轻导演合作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要去学习这些东西 或者去涉猎这些东西 这样你首先充实自己 还有从他身上能学到很多他们所独特的 比如说出事的方式价值观 而且我觉得年轻导演有一点 他们身上有特别旺盛的这种生命力 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周围接触的电影人应该挺多 包括之前张成他们其实都算上 包括很多导演像子阳他们 其实电影人身上有一个共性 就是年轻化 大家都跟他十几年龄不太像 为什么因为电影永远要站在最前面 就是有新东西 我觉得年轻导演可能这样生命力更旺盛 老导演当然更好了 我们也希望跟老导演大导演合作 你看这制片这面出来了 那个活还是得导演发给我们 话说的比较远 老导演也好也好 也有更多要学习的东西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年轻导演更 而是包括年龄这种 大家可能更融洽 包括生活圈子更接近一点 但是我觉得我始终还是有一个 就是我自己的观点 其实当导演非常不容易 所以导演无论他是新导演 年轻导演 还是说他是个我们讲的成熟导演 还是个成名导演 其实每一个导演在他的整个的创作经历 这个过程当中 每一个电影的创作经历当中 他都需要保护 不管他是谁 他都需要保护 这个保护来自于 首先来自于像我们作为合作者 对他的保护 还有我们作为合作者 给他创造出来的氛围 还有整个的环境 其实都需要保护 如果你要这么说 的确我觉得这些年 咱们电影行业里面出现了很多 年轻的导演 至少是之前不了解他 咱不说他一定年龄特年轻 但之前他的作品可能看的不是很多 就比如说如果咱们从山洋院下来讲的话 比如像陆阳导演 是吧 还有就是那个 郭文导演 韩岩 他们这些新的 我就认为 对我来说是新导演了 作品也都很好 然后除此以外 就是像那个 FIRST的影展里边 很多的年轻导演的新作品 是吧 也都很多 然后包括我最近 就是还前两段聊天 就是那个徐磊导演 拍那个片上夏洛克 什么的 就那些作品我都很喜欢 他们有非常不同的面向 呈现出有的是这种 所谓商业化 工业化 很强的这些作品 有的就是回归到 就很泥土的 是吧 很本地 电影本身的 电影本身的这种状态 我会觉得 这现在感觉电影 形态也蛮多的 就挺好 然后我其实 我有时候也会想一件事 就比如说我们看 比如好莱坞 咱就不提了 那是都是一个 电影王国了 是吧 那香港电影 在咱们小的时候 它有一个巅峰期 然后香港电影 无论是在香港 还是在全世界 都有一个巨大的影响力 后来你看 慢慢慢慢的 像这种韩国的电影 也是非常好的质量会出来 那与此同时 咱们中国国内的这些电影 说实话 好像因为票房 一直是在往上走的 这个明显是很厉害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这些作品 比如说咱就说拿到海外去 然后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 无论是从得奖 还是从口碑上来讲 好像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从你角度来看 你会觉得中国电影 现在整个发展是一个 向着美好的未来走的方向吗 还是说 好像前路还是比较迷茫 一直还是在往一个 我觉得上升期和一个光明的方向去走 我觉得电影其实 它有它特殊性 而且我觉得每一个国家的电影 其实是跟它的民族文化 还有你当代的社会文化 包括你社会生产力 这也有职业关系 甚至跟地缘政治都有关系 所以每一个国家的电影 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性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能趋同化 然后你说电影在过程当中得奖 或者被认可 这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它也不是完全特别绝对的 那一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年轻导演们不断的在尝试 不断的在去用新的方式去表达 因为这个东西 我觉得永远得去尝试新的 因为电影还是一个需要工业和新技术 去不断翻新的东西 而且去尝试去冒险 我觉得这是电影有魅力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的年轻导演 其实现在我们接触的特别多 我觉得他们很多都有特别多的想法 而且他们其实原来老说 年轻导演缺机会 其实我觉得现在机会也挺多的 但是其实归根结底讲 可能有些时候还是需要基本功训练 就像我们刚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你说这个真是 这也是我想在最后跟你探讨的一个话题 因为现在大家经常会看到 一些不是电影出身的 甚至不是导演 没有做过导演的人 可能忽然间就开始拍电影了 然后有的时候还能得到很好的成绩 当然比如说现在贾玲的片 票房是非常非常好的 包括大鹏 也在不断的在拍自己的作品 像吉祥如意 那电影我也看了 感觉挺不一样 挺好的 那电影挺不一样的 对 然后你会觉得说 像这样类型的这种导演 他自己的这种 你是怎么来看这个事呢 就是因为 有时候我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 比较旧的这种概念 我总会觉得说 一个人上来就拍电影 这事靠不靠谱 其实我觉得他们不是一上来就拍的 他们其实之前一定是经历过 首先我觉得当导演 还是我们刚才讲 首先他们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表达的欲望 这个表达欲望 我们要说的简单话 就是他特别想跟你说一个故事 对吧 我觉得首先这个要强烈 这是当导演一个最基本的 还有就是我觉得他们在之前的生活经历 工作经历 其实对他们都是积来与磨练 那从技术的角度上 其实这个时代 我觉得电影相对来讲 就是技术更精细化 但是分工更清晰了 所以可能导演有的时候 不像很多年以前 就是几十年以前 那个时候可能导演 真的连监视器 就是有时候你去片场看 导演连监视器都没有 那个时候导演只能站在摄影指导的后面 说问摄影 说拍上了 说拍上了 导演只是看演员在那比喻一下 或者演完了 他说好像是对的 但是他其实看不到 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挺 那是太讲究 就是那个时候很多导演 包括我们的老导演 很多摄影 包括其他的美术的东西 他们都明白 因为没办法 所有都会 对 现在可能就是有更多的专业的人 和分工精细的人 去帮你承担了这些工作 你觉得这OK的是吗 对 我觉得这是工业化之后决定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挺正常的事 但是回根结底讲有 我觉得作为导演有几样东西 它是不能被别人所替代的 你说 我觉得第一个叫做 首先是导演应该有一个最基础的审美 因为我觉得审美这个东西是没办法 就是别人能替你完成的 跟人走的 这个其实是跟你的人生的阅历积累 还有你的含量有关系 第二个我觉得是你 其实你要有特别强烈的合作性 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问题 就像你不一定你特别了解设计 当然我不是说一点都不懂 我觉得那好像也不太行 但是你要有特别强烈的能够团结你周围的人 包括你的主创们 我们讲的主创就是摄影指导 美术指导 录音指导 甚至剧组的所有人 很多导演其实我觉得就是挺亲密 没有导演架子 有些老导演好像新导演都这样 明白 其实这是就是让所有人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件事 因为电影是个团队协作的事情 第三个事情我觉得是你要表达的这个东西的价值观 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大可小 但是至少我觉得至少你有 你能获得一个跟世界说话的方式的时候 你起码言之有误吧 我觉得反正你得有 对得有 只是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 它是高级的呢 还是说所谓的高级 还是说它的通俗 这个是人者兼职者兼职的事 对就是我们认同还是不认同 我觉得这事都不重要 这不重要 但是你得有 得有 对吧 然后这三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最可能是三个具备条件 但是最后有一件事是 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就是对表演的理解和跟演员的沟通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人能替代导演完成的工作 这个是导演最核心的工作 因为这个事情 任何一个人你说作为制片人也好 作为摄影指导也好 作为美术指导 没有人能跳到导演前面说 导演您坐会儿 这事我来跟他说 这不成立 我跟他说说戏 而且演员其实说回来 演员其实是个 其实演员挺不容易挺脆弱的 有的时候他们在建立新人的时候 他只相信导演 明白 他会在一个过程当中把自己变成剧中的角色 然后把自己托付给他最信任的人 他跟他之间就会建立某种 我们讲 就像球员有的时候 然后建立话缘反应 你让我今天这场比赛就盯着老田了 我什么不干 我就干这事 对 他那个信任感会特别强烈 但是这个东西会影响到整个这个东西的呈现 所以我觉得这四个东西是一个导演 你要成为导演 我可能反复要问自己的事情 明白 剩下的我觉得像技术的东西 还有现在因为丰功真的越来越惊喜了 其实能完成的人越来越多 我觉得但是导演这件事 所以说还是挺难的 你要反复去思考这四个问题 因为至少在我之前比较朴素的理解里 我会觉得所有的咱们从技术层面来讲 无论是之前拍摄各种各种东西 你可能都掌握的不是那么纯属 但是最后我觉得成片的剪辑这个部分 一定是要导演说了算 我认为 就是说我说个那个 如何呈现呢 行业上的那个小惯例 如果这个电影是个商业电影的话 其实电影的终点权在制片方手上 其实会有时候会留给导演一个 就是叫做 我们跟导演签合同也比较狡猾 我们会有一个叫做终点权 这是一般情况下都要交给制片方的 然后导演会保留一个叫做导演剪辑版 其实国外的电影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 我看过很多 对有的就是他他出现的新版本 比如叫做导演导演版 导演版 对他可能加长 或者是他有他特别独特的那个东西 甚至有评论名诡 对 就是这个是这是个这是个惯例吧 当然这也分了对面导演是谁 对面导演是谁 有的导演说那这事不行 这是我的作品 我不答应 要不然我都不署名了 对我不答应 那好吧 这么一想 真的 就像我这种什么非常爱惜羽毛的人 对这个作品 自己的作品是我珍宝的人 其实像这样的条件 我可能想起了就会觉得有点 我得琢磨琢磨 对 这个会有的时候会在操作当中影响到 影响到一些问题 是啊 有时候年轻的当然有时候会不解 但是慢慢他们也会理解吧 我觉得今天其实我有两个收获 一个就是说对于整个的制片 乃至于一个电影 全过程其实有更深入的了解了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也很希望 大家在听了这一节目以后 会有一个收获就在于说 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理解的 我们不了解的 对 然后在我们不了解的前提下 有的时候真的可能会做出一些 相对武断的判断 会一些可能不太正确的一些评论 就比如说一个作品最终呈现成那个样子 你肯定说哇 这个导演太懒得拍成这样 没想到其实是老田剪的 对 对吧 我们有人经常会 对吧 对吧 包括说我这个导演那么好 之前拍的作品那么好 为什么这次找了一个我不喜欢的演员来拍 其实这拍演老田找的 对 没错 对吧 就是很多时候你看到一个作品呈现 那可能不单单是 他的所谓的艺术角度的主要来决定这样一个产品的出现 对 他中间有很多很多工业化的东西 包括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的参与和各种各样的钱的参与 我并不是说因为参与的人多了 参与的钱多了 所以这个作品就会被各方所拉扯 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四个项的东西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去评判一个作品的时候 可能还真的要去想一想 如果大家了解的够多 当然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每一个看电影人应该必备的功课 您不是说我了解了电影的生产流程 我才有资格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 我觉得这完全不是 你只要花了钱 你就是这个顾客 你就应该得到电影的欣赏 这毫无问题 我是说的是最终我们在评判或者评论一个作品的时候 可能还是需要谨言慎行 对吧 不要说有的时候那些武端的判断可能会伤害自己 对 其实电影 我觉得观众有看法 或者是其实我们做很多电影之前 现在也使用互联网工具在做影调 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在电影没做完的时候 我们也会做预先做影调 我们会做抽样 根据观众的意见来修改电影 其实都是为了 我觉得一个是能让电影变得更好 还有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满足观众进电影院的愉悦的感受 因为毕竟电影还是要拍给大家看 不是自己关着门 自己在家高兴的东西 这个真是 因为其实受疫情的影响 其实整个行业受到很大的冲击 很大 包括印线也出现了一些 大家可能不愿意见到的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随着现在疫情越来越变好 整个世界也慢慢的再变成一个更好的样子 我觉得就是大家走出家门 走进电影院 坐在那去看一部电影 这件事本身 我认为它的意义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 给你带来一些温暖或者快乐 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而言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电影这个行业 能够蓬勃发展下去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的文艺作品 然后我们过去 大家来看一下 开开心心的 无论是 像原来可能看的电影 可能只能是 约会特重要 我请你看个电影 马基还专门 重要的社交活动 说个那么一段相声 现在可能真的是大家 茶余分厚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希望这个组成部分 能够美好的留存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 让大家想起来都是温暖 好吧 今天咱就聊到这 特别感谢老田 然后回头咱俩那电影 就是筹备起来 可以 咱们一会聊一下 聊一下 我跟你说 我要当导演 我跟你说 虽然什么都不会 我也有资格当导演 刚才说那次件事 你想一想就行了 时刻要求自己 好嘞好嘞 那行 咱们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感谢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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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